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已经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天了 希望各位网友在新的一年就好地开始了 在今天中国新冠疫苗正式上市了 在国内开始接受注射 根据官方显示 有效率达到79.34% 即是差不多有八成的了 在早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 由于是高风险人群 所以他们就提前注射 什么是高风险人群呢 一是医务人员 二是海关边境人员 第三是进口冷染物流的相关人员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是 注射之后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我朋友是医务人员 他说一共打了两针 刚打完那两天 打针位置会有酸痛的感觉 和会出现一些感冒症状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就恢复了温正常 有些会感到 有些同时 反应大一些 就会感到头晕眼花 都有的 有些会觉得 整天都好像很累 还有很想睡觉 有些会周身骨痛 还有皮肤很羞痒 都有的 很痕的 但总的来说 暂时都没有什么厌重的不良反应 我还有一位朋友在国内做警察 不知道警察是否重点的监察对象 他打完两针之后 他后期还要抽五次血 化验一下结果 跟进一下后面的小肺变化 好了 这些都是我个人资料 紧作参考 香港迟些都会有新冠疫苗 至于注射不注射 大家各自拳核一下 拜拜 拜拜